都這樣 我就 在拉著 在拉著 進去 警方在旁盯著 男子滿臉是血 還是盧盧盧 手緊緊抓住車門 堅持不上車 進去 終於被七手八腳 推進車內 60歲謝忻男子 被警方帶回派出所 原來初一凌晨3點多 他酒後刺傷人 我問一下為什麼昨天 就是會有那個衝突 很不濟 我好像是說 你們是原本是有喝酒是不是 真的 鏡子包著紗布 不願意面對記者 他就是被刺傷的 40歲姚姓女子 時間回到前一天晚上 地上留下斑斑血跡 還有衛生紙 原來姚姓女子和謝忻男子 雙方喝了酒 互看不順眼 女子先動手打人 但謝忻男子 居然拿出隨身攜帶的剪刀 刺傷對方頸部 有7到8公分傷口 緊急送禮急救 男生我不認識 不認識 不認識 我沒有看到 我們來的時候就看警察在 那那邊那麼暗我們都看不清楚 我們也不敢靠近 雙方走行後都不願提告 但因為兩個人都有動手傷人 警方最後仍然依照社違法送辦 但大過年見血也嚇壞 半夜參加活動的參拜民眾 記者 綜合報導 差別人有性改革